大家好,我是Anthony 這次事件是坊間眾說紛紜 真相是甚麼 我最近都經常都跟人說 就憑你的智慧去分析 不過如果這次你是在看錄影 想由我的口親自說出來 我的說法就是 我正在做一個節目的測試 這個測試內容其實都有一些放蛇的性質 我要了解任何本土派 在錢財面前的反應 其實在當中的內容中 我是牽涉到說過很多關於政治的東西 不是單單是金錢那麼簡單 還有其他內容 包括政治抱負 或者是天籃地筆的東西 還有家庭等等 很多很多東西 無奈地 他們有線 他們截圖出街的時候 只是重點那幾句 有很多的揣測 Anyway 我有一件事 我必須很認真地強調 我以為出來行走江湖 是一人做事一人當 無論這次事件真相是甚麼都好 我希望所有事情都是在我身上去問 而不是牽涉到我身邊的人 嘗試去旁敲襲擊 這個我就覺得出來行走江湖 不是一個符合道義的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身邊人的感受 你所謂的身邊人或者旁敲襲擊 發生了甚麼事 包括了我的很多政黨的朋友 都無可避免牽涉在內 他們傳媒都跟他們應該很熟 他們本身都是公眾人物 當你發現他都認識我的時候 你無可避免地也想訪問你幾句 有時候很多朋友 他們這方面本來是沒有理念在 不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 你不停問他的時候 他就無可避免地 好像交叉那樣回答你幾句 都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 我們做傳媒 例如有些特別的計劃 例如你想做的 看看本土派在今次面前 反應是怎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可能會經過一個 很詳細的計劃 跟其他同事的討論 在你這個計劃實施之前 有沒有做同樣的事 或者有沒有任何記錄 可以證明 你們的確是出於做一個計劃 而不是有坊間所理解 以為是你們買票解票那樣東西 有 其實我一直都有記錄 不過你們不會認真研究我的背景 一件很好的例子 就是從第一天 所有傳媒報導我的時候 都是用神秘人的形容 是不是 神秘人 這件事真是令我覺得 是幾感意外的一個稱號 我不是一個充滿自信的人 要不停強調自己 做過媽媽、做過物 但其實我本身都在傳媒等等的行業 我都是做過一段時間的 我不是神秘人 所以同樣地去引申這件事 其實我這個計劃已經籌備了一段時間 你說為何我不是特別去不停地說出來 我希望你理解一下一件事 我們去搞一個項目的時候 我沒有可能地去不停地把所有的橋段事先公布出來 你們都是做傳媒的 如果有一天我反過來 我認識了這部攝影機 我又拿過來這部機 來訪問你們DBC任何一個主持 我Anthony今天有甚麼主持身分 麻煩你和我交代 你們DBC兩個月後有甚麼計劃 有甚麼橋段 等等可以說出來 以證明你們清白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你們說可以 就行 你們說不行 我也不行 這些是牽涉到自己公司的利益團隊的利益 你不可以將我形容為神秘的人 一個忽然之間先有的計劃 是一向很多事情都在做 但我當然在籌備的階段時 有很多變數在這裏 我當然不會特別地說出很多事情 在我們看到的報導裏 你和一些所謂本土派散後組織的說法 就是你是一個建制派的成員 所以想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或者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是安排一些資助給這些組織去參選 然後提到 譬如在電視台的報導裏 提到你們的目的是想借票 你們的出發點 剛才都說過 就是希望是本土派 為甚麼只是針對本土派 這個我剛才在節目裡交代過 你搞清楚一點線 我平時打交道的 不只是本土派 甚至乎是傳統建制 傳統泛民等等 我都有跟他們打交道的 但是他們本土派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所謂的散兵 散兵都是這一年半了才開始出來從政 他們的圈子本來都是 小得可憐 小得只是自己本土派之間 所以我當一個人去嘗試接觸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思維就是想我是一個如何在他們圈子搵食的人 其實我跟很多人都有打交道 甚至到國際關係的層面 如大家在傳媒一些報導都知道 其中一個很熟悉的就是沈玉輝 我平時也跟很多人打交道 你不可以說我今次是特意為了本土派 而是怎樣怎樣 我平時做很多事都不是只為了本土派 你今次這個測試 有沒有跟建制派或者民主派 或者其他非本土派非散後組織的人做 有 包括那些甚麼組織 其實這個就是無可奉告 這些本來就是牽涉到 我們私底下的計劃的一些想法 我沒有可能因為今天 假設我所謂的出事 而我不停地把資料公佈出來 反過來我經常都說 剛才都說過 如果現在這一刻關掉這部機器的話 我再以一個傳媒的身份 去訪問你們DBC任何一個主持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有問必答 這些是公司利益 你們都是做傳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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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剛才都說了 如果你們說可以的 那就可以了 你們說不行的 那我也不行 你們說行不行 現在的情況就是 很多人 你剛才的形容詞 就比較多人 誤解了你們的動機 願意或者整個事情 你覺得 現在都不將多些資料公佈出來 給大家知道的話 大家的誤會 或者整件事都會 會繼續被人覺得 我必須強調一點 其實這個鬧劇 本來已經是end of story 已經差不多到尾聲 其實你看到他們 本土派更加想拿光環等等 本來我都不想再提 是你們的其中一個監製 很誠意拳拳地來做 邀請我來做節目等等 那我沒有所謂的 我年中都去不同台 做節目嘉賓 做多一個 我想說的事情就是 其實這裡可否開名 講講其他台 話說早幾天 來一個電台D100 他們主持吳志森 他們都叫監製 姓陳 一直都說要打電話來 要我做節目嘉賓 但他們請得我很急 好像下午4點多 就打電話來 跟他說5點多做電話訪問 其實我都作為一個網台的主持 我自己都做很多節目 我本身是不介意的 我從來不會迴避有沒有問題的 有問必答的 包括你們在內 但是我說 剛巧那一刻 5點多的時候 我有其他事情做 所以我說不好意思 我做一定做 不過一定不是那個時間 後來我都打電話幾次 打回頭 你們D100 陳監製 我真的很想做 快點給我一個機會 他們反過來 就好像不聽我的電話 不理我 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天之後 我上來 你們對我依然很興趣 我說這個故事 本來已經是end of story 不過你們依然覺得 我有新聞價值 我想還有一個最後的問題 在之前的其他傳媒 偷影的片段裡 你有提過說 已經有幾個組織 接納了你那個 解票的贊助 其實是有這件事 還是沒有這件事 我只可以形容回 其中一件事 就是你們如果看回我的CV 我本身都是一個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在這個政治圈子 都熬了幾年 如果我是要跟別人 吹水去說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迫真程度 我可以做到很高 你們這些公開資料 我從來沒有特別隱藏 我記得有人形容 這個計劃這麼周長 一定是真有其事 第一 我認為周不周長 就是一個很個人的絕觀感覺 第二 其實我都說過很多事情 跟他們每一個人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事情 都只是其中一部份 三個組織 其實你都可以說 如果你問我 我只要說是吹水出來 如果你們真的有什麼堅持 這個想法 你們唯有自己發掘出來